蔡文哲跟簡方大逗法 昨天大家很多人 很多媒體 很多的評論員 幾乎都覺得阿伯 這一次一定關定了 但沒有想到 到了半夜三點大翻盤 整個都不一樣了 小草士氣振奮 阿伯自由 但不要以為 無保請回就等同無罪 不要以為他已經變成 是完全清白之深 這還距離非常遠 還有很多後戲可看 無保請回 那現在他的昨天一出來 告訴小草們也跟外界 但我覺得他話偏多 講了一些 其實在昨天這個時間 不需要多說的話 第一個 他說司法單位 你檢警覺得我錢有問題 你可以傳訊我 按照規定如果彩彩不明 你來問我 何必這樣子一清晨 來搜查我 那檢察官 你拿查扣的手機編故事 但他沒有告訴大家 手機的故事是什麼 那第三個 他說檢方對他壓迫跟凌略 可是他昨天一出來 精神異議 看起來也完全 這個毫髮無傷 不知道哪來的虐 凌略到底是心理上的凌略 但是精神看起來不錯 好 關鍵來了 他多話的部分就是這裡 他說單位一個市長 他不會去過問一個單一個案 像是金華城就是單一個案 雖然他的開發金額上百億元 但他就是在我眼中 就是一個普通的單一個案 那到今年三四月 大家要記得嗎 他離開市長多久 離開兩年了 是今年的三四月 他才知道 而且是你們媒體開始在討論 我才知道說 金華城的容積 容積的獎勵是 840% 那最辛苦的是法官 他感謝法官 扛住所有壓力 然後所有人一整天覺得不可思議的是 金華城這麼大的案子 開過那麼多會 而且你簽章了 你跟我說容積獎率20% 是你今年才知道 三四月才知道 然後大家整理這個大事記 在2020年10月27號的時候 就已經確定了 開會了 最高的容積率是840% 然後到了同年的11月11號 柯文哲親自簽章 這個吻都在 而且你把它公告出來 那2021年這個隔年的11月 整整一年之後 苗波海還質詢你 不要說質詢你了 舉世皆知覺得840% 覺得不可思議的時候 你跟大家講說你今年才知道 那就算你講的是對 那你就是極端無能跟愚蠢 你居然不知道這麼大的事情 那許甫幫他解釋也蒼白無力 他說市府業務很多 陳情很多 多如牛毛 所以市長不會知道的事情 金華城100多億怎麼會是牛毛呢 你要有其他的毛嗎 莫名其妙 那北越昨天裁定他 吳寶請回的理由 他說問題是現在的證據 不夠充分 罪嫌不重大 然後顯然有一些提出來的事證 是有合理解釋的空間 意思就是說 大家在那邊傳的170萬 不管是腳手錢 腳尾錢 稿費或者什麼錢 捷餘款什麼的 加起來的170萬 用了十幾次裡面 用ATM存款進去 如果這說法確實就是 他們在講的所謂的市證的話 那也是有解釋空間 就是真的有可能是爸爸給的錢 有可能真的是稿費 意思就是說你不是一刀斃命 那北檢現在準備要提出抗告了 那你看告要有關鍵的證據 又或者如鄭文燦一樣 你覺得他有串證的問題 但其他主要的這些嫌疑人等 都關在裡面了 所以你要用串證 除非他跟他老婆之間的聯繫 但你要說這幾天裡面 抓到他的傳訊息什麼的 有可能嗎 第一個 要有新的市證 而且要一刀斃命 第二個 你的有沒有滅證的問題 再不然你就換個法官 然後那個新的法官 是相信那170萬的 再不然你就到高院 現在抗告能夠變 唯一就是這幾個狀況 那彭正生 大家本來一開始看他 好像沒有什麼害 那就是要檢察官 還讓他到議會去 然後議會出來一拜輕鬆 然後到這幾天 認真辦起來的時候 急轉直下 他居然被認為說 他拿了金華城一大筆錢 而且金額非常非常龐大 突然間就變成罪嫌非常重大 他另外一件事情我們看到 北院這一次裁定的法官 有一個外號叫 北院的劉德華 不知道是長相相 還是說個性相 還是歌聲相 總之他就是北院劉德華 朱嘉義 那現在大家 柯文哲非常感謝他 包括大家有傳出來說 阿扁第一次 阿扁自己講 別忘了 阿扁兩次也是無保警衛 不要高興的這麼早 委員怎麼看 好 剛剛這個主持人 要說跟大家講 很關鍵的事情就是說 為什麼柯文哲主席可以無保請回 觀眾朋友 他是積壓停無保請回 並不是說金華城案 他已經確定無罪 所以無保請回跟確定無罪 完全兩回事 第二個 他也只是積壓停無保請回 北檢只要提抗告之後到高院 說不定高院直接裁 或者是高院跟裁 還得再討論 那重點在於 關鍵的證據叫做 貪污自衛條例的第六條 因為現在目前檢察官是用這一條來生涯 那就是圖利罪 所以剛剛耀州講的那個 我們等一下後續再來談 錢的部分我們都先不要管 就算沒有任何的金流 沒有任何的收費 光是貪污自衛第六條的圖利 明知違背法律 而你給私人或者是他人 圖利的話 就已經是五年以上了 那北檢是覺得 我看起來北檢應該是 可能有一點怎麼講 就是認定他一定有圖利 所以用這一點去深壓 沒想到他沒有滿足 明知違法的這件事情 因為他說我不知道 那問題是柯文哲講的這件事情 剛剛耀州講的我很認同 他出來以後有公開跟大家說 他2024年 今年三月才知道對不對 那請問他2021年 在11月11號在市議會的時候 秒不秒問他的時候 人家就在跟你講這個事 為什麼這個時間 因為你往前推幾天 因為那個容積獎勵20% 當時就講了 不管是字幕上或者紀錄上 口頭上的問都有 現在的關鍵都在這裡 你最強的那個盾 可能被你這個最硬的毛給刺破 因為觀眾朋友 我很簡單講 也不要講太長 他的第一個四年的時候 明確反對 精華懲罰容積率 從392提到560 有包含他的副市長林青蓉 有包含都發局長林周明 有包含後來跑去當監委的 蘇利雄秘書長 都跟他說不行 所以他怎麼會不知道這個案子 那關鍵的三個印章當中 前兩個印章是柯文哲蓋的 一個是成案 一個是確定準用容積獎勵 可是問題是裡面有委員反對 他也蓋了 那沒有錯 2021年的最後10月20號 林青蓉代行的那個 柯文哲假章 是彭聖生蓋的 不是林青蓉 都有講錯了 第二個副市長是彭聖生 彭聖生蓋的那個章 確實不是柯文哲的親牽親蓋 可是他要講 他完全不知道 苗博也有問 很多議員都有問 潛速培也有問 你就應該回頭去問說 為什麼到800次了 所以你今天跟大家講 你不知道這個容積獎勵 到800次這件事情 這個說法反而可能我認為 我個人看法 你只要這個說法被攻破的話 他就有可能 可能在這事情 會再大跟斗了 所以這一個論述 就把他的律師建議他 用這個第六條去攻 確實讓他無保離開了 這個請回台北地方法院 但是最後他會有事的 可能也就是這一條 因為證明你知道 你就麻煩了 好 接下來有幾個問題 要問老司法 我們的資深前輩董哥 其中包括一個問題 現在大家就講說 這法官是故意的嗎 是有策略性的嗎 法官放水 他講的方式 我覺得讓一般人 是不太能夠接受的 怎麼會說證據不足 然後當其他人 都有問題的時候 你對柯文哲 好像開了一道大門一樣 讓他可以直接 直接就走出去了 這是第一個問題 但有人說 是不是有策略性的問題 以及第二個 我一個一個一個問題 第二個 檢方到底還有沒有殺手劍 有沒有一刀斃命的證據 或者是接下來 有沒有可能他們在聯繫中間 出現新的市政 那第四個我要問 因為大家很好奇是 陳佩琦出來的時候 看起來孤零零的 那黃珊珊居然開車去接他 他自己本人沒有司機 他就去接他 那因為陳佩琦的身分 應訓的身分是證人的身分 他是不能請律師的 但黃珊珊他以前當過律師 所以他是不是接出來之後 在沒有其他人的情況之下 極端保命的情況之下 趕快問陳佩琦 你講了什麼 你的策略應該是什麼 這是第一個 就提過法律方面的輔助 那第二個 連柯文哲出來之後 都是到黃珊珊的家 繫子的家 而不是回到他們很多媒體 守的這個地方的家 他表面上的理由 黃珊珊告訴大家 是因為要避開媒體 要追 但是跑到黃珊珊家繫子 這麼遠的一個地方 就耐人尋味了 是不是你很擔心 像鄭文燦出來之後 有這個跟律師之間 有相當的聯繫 所以通聯被人家掌握到 還有一個 很多的這些觀眾 都覺得珊珊的角色很貓膩 你看像王珊珊的畫面 他親自本人去幫他們買吃的 還有包括生活的必需用品 開車司機也是他 Nanny保姆也是他 這個安排也太奇怪了吧 珊珊的角色到底是什麼 這一連串問題請教董哥 珊珊角色就帶來溫暖 溫暖 主席婦人出來 我親自來接對不對 這是當然很溫暖 很窩心 因為陳佩琦 那志漢也可以接 志漢不是約他去喝咖啡嗎 不是 因為他有第二個目的 志漢是沒有這個本事的 第二個我要問你 我黃珊珊要問你 檢察官剛剛問了你什麼 對不對 講來給我聽 我是30年的律師 你講出來他剛剛在問什麼 我們要有個攻防 柯文哲現在的攻防就是說 他除了請這個律師之外 他自己也要有非常心腹的人 這個當然就是黃珊珊對不對 所以你跟他看 他能整個鋪陳是有的 但是因為柯文哲那時候 被帶去北檢的時候 是有一些突然 大家就有一些措手不及 但是他自己也很清楚 他這幾天 他在 那幾天一定會被北檢交去 又已經叫到彭正生了 怎麼可能不叫他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其實最大的關鍵在哪裡 那為什麼他們第一時間 不敢回到自己的家 是擔心家裡不安全嗎 我覺得柯文哲可能想說 家裡面不安全 因為家裡比較容易被記者堵 比較容易被記者堵 但有沒有可能 譬如說像正文哲是在官邸裡面 他收錢的時候被人家監控 有沒有可能 擔心他們夫妻兩回去 在家裡講了什麼 會被掌握 因為柯文哲現在住的這個家 他其實是沒有管理員 而且是要從大門進出 所以他出來 可是他們最後離開的時候 最後關門的是檢方的人 是 那他不像說 黃珊珊住的這個 是有一個地下道進入 記者跟不進去 有一個這樣的情況 那當然裡面 會有非常多的猜測 但我覺得就是 在這整個案子裡面 他們很清楚 很清楚在哪裡 檢方是在放水給你 不 艷芳是在放水給你 艷芳是在放水給你 艷芳的理由是什麼 說因為你不是都委會成員 那你又相信都委會這些是專家 所以你完全不知道 但是你如果 只要在台北市議會 這個調查小組 他有九個議員做委員 就是有九個委員 你隨便找裡面 一兩個議員去問你就知道 柯文哲對這個案子太熟悉了 我隨便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他就是 那時候 金華城去告都發急的時候 然後都發急就有告訴柯文哲 這個案子你不能同意人家 那柯文哲是什麼指示 這個指示你去議會 問那個調查小組都有 柯文哲要求都發急 當他的PM 你要當他的專案經理 那彭震生也告訴過柯文哲 不能同意 他在告我們 而且我們官司要贏了 那柯文哲怎麼會 還繼續去幫金華城解套 對不對 你今天所做的處理 是敗訴在做的處理 可是你明明是勝訴 所以我覺得這些是講不通 彥方在放水 然後檢方不認真功課做不足 才會冒出今天這樣的事 所以陪我問一下 第一個我們跟他現在討論的 就是檢方真的有這麼傻嗎 這麼單純嗎 沒有一刀斃命的證據 如果真的只有外傳的170萬 然後院方認為這個相關的事證 是有合理解釋的空間 以及剛剛董哥跟我們在懷疑說 這個法官是不是有配合 故意要放水 那放水背後的操作 很多的就引起討論了 你怎麼看 我不認為法院要配合放水 放水的原因是什麼 這個這麼矚目的案子 如果接下來檢察官有更多的資料出來 比如說有金流或者是什麼的 那法官這個北院劉德華 有責任了 不是名譽就掃地了嗎 所以可是我覺得 當然我覺得我跟所有人一樣 對於柯文哲今天被吳寶交回這件事情 其實是還滿殺眼的 因為在被押的被告裡面 彭政生副市長 他曾經說過 只是他辦這一件事情的人 是柯文哲 是市長 只是副市長去辦這個案子 如果副市長都有圖利 然後如果他有收賄的話 柯文哲市長怎麼會沒有圖利的問題 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召開積壓庭 召開積壓庭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防止被告 涉嫌重大 然後他可能會出去滅陣串陣 或者是逃亡 然後可是這個法院在 北檢的法官在判的時候 他只以所謂的 你沒有告訴我他真的涉嫌重大 就讓他回去 因為他講說我看不出來 他真的 他不懂 他說他不懂 然後你也沒有講出來說 他真的有指示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讓他無保情惠 可是問題是 他會 他有串 他還是這個案子的被告 他還是有串政滅政跟 他應該是不至於逃亡 串政跟滅政的問題 所以你看 黃珊珊就把人接走了 黃珊珊是不是這個案子的關係人 當然是 整個金華城案 剛剛這個維翰大哥所說的 柯文哲第一任 自己都不同意這件事情 他的副市長都覺得 還是只有392 後來監察院要求到560的時候 你知道金華城那個時候 同一個時間 也要求保障12萬的地板平方 的這件事情 你知道林青龍 禮拜六發了一個新聞稿說 發了一個聲明說 我當時就是拒絕了 沈慶晶這個要求 所以沈慶晶才會提告台北市 所以這件事情 柯文哲怎麼會不知道 當然知道 所以柯文哲現在講說 我都不知道 我覺得他就是在裝傻 因為你知道嗎 壞的話 有可能法官會判 違法 笨的話就沒罪 裝笨不會違法 笨沒有罪 你知道裝笨不會違法 笨沒有罪 你知道他現在的策略就是這樣 不然你智商157 每天早上7點半在那邊 你告訴我有歷史最高的 840%的容積 違規準用都更的容積 你完全都不知道 你騙人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之前公布了很多證據 包含2020年3月的陳情書 包含所謂的議員的便當會 全部都是柯文哲都在裡面 所以他怎麼會不知道 所以柯文哲只是要逃避法律的舊責 而法院我希望他是有更高明的 司法的訴訟程序 不要讓柯文哲真的就這樣跑掉了 好 串政的問題 現在想法官覺得不是很重視 那到底有沒有新的抗高的 強而有力的證據 那現在大家因為院方講的 也沒有講到明確的 所謂的市政是什麼 但是這幾天大家討論的 就是那170萬 我們的佩琪很特別 大家想說爸爸的錢 一直還搞錯 搞成是媽媽 媽媽還活著 那說是所謂的首尾錢 然後柯文哲演講的費用 上節目的費用 還有他們生活結語下來的 就分批 聽說是分了十幾次 用ATA存款的方式 然後我們今天開會的時候 大家討論說 怎麼會有人這麼大一筆錢 分十幾次存款 我就跳出來說我真的會 那我的狀況是 譬如說我的股票是禮拜一 那個結語 就是付帳的最後一天 我禮拜六 禮拜天銀行沒開 那我只要拿到錢之後 用ATM去存錢 但是是特殊緊急的狀況 但是我說其實也沒有差 因為你存 其實分幾次存進去 手續費也沒有很多 但是確實是有點奇怪 就是不是一般人的生活方式 那到底是不是這事情 因為陳佩琪後來也沒有認真的 回應這一塊 但是應該是有碰觸 否則他們不用去解釋說什麼 這個爸爸還是媽媽的錢 顯然就是有這一塊 但是如果就是法院講的 這個就是他們 還有合理解釋的空間 那倒回來講講白了 檢方如果是用這個當施政 你就沒有一刀斃命 那到底有沒有一刀斃命 他唯一的連結非常擔保 是叫做什麼 叫做是在便當會後的時間 那你這種時間的連結太過擔保了 那現在最新冒出來的角色 都委會的直密 邵秀佩 那他在案發的時候 就是整個在推動的時候 他的身分是都委會的總工程師 等於說他扮演關鍵的一個角色 那原本傳出來說 檢調跟院方講說他為罪潛逃 新聞上面寫疑似 那語氣也不是很篤定 可是現在就變得非常非常溫柔 簡聯出來講說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發布通緝 那難道是法官發布通緝嗎 這到底是誰的出烏龍 到現在都搞不清楚 但不管現在就在辦他 那有人講說抗告是就是他的證據 可能會協助 看看抗告有沒有新的相關事證 阿里斯專一早就跳出來說 沒有 他請假去日本 而且都是原本就排了 9月1號這個消假 9月2號上班 可是因為出了這個狀況 所以他繼續請假 那淑慧其實講過好多次 邵秀沛這一個角色 他說離譜的方案是 他是幕後主要的一個推手 但有一個關鍵的就是吳順明 就是印曉威的助理 他也待過威京公司 那他以前聽說也是 居然也是都發局的 前任的副總工程師 所以他多重角色 神也是他 鬼也是他 跟邵秀沛的殖民是 兩個人是老同事 所以他的角色不是只有這一次的龍獎 包括392到560 他也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 所以有幾個問題要請教尾翰 就是檢方這次辦案 是不是太過超之過急了 包括亮哥都講說 根據他的掌握 其實檢方預計要啟動的時間 是9月5號 但是包括了印曉威 還有包括審慶金 突然聽到消息要跑了 所以整個動作就啟動了 就提早了 也就是因為提早了 相關出來的這些出招的證據 還不夠具體 所以檢方是不是太急 被迫太急 除了烏龍 以及這個紹興的殖民 到底怎麼回事 請教尾翰 好 那談論這個話題之前 我就要囉嗦一下 中華民國是無罪推定 任何人在被證明有罪之前 都已經視為無罪 那這個你要知道 在整個過程當中看起來 從柯文哲可以無保請回 走出北院大門 今天凌晨三點 這代表北檢這一次的證據率 確實不足 這就是結果嘛 你找金流沒有找到 你找現金四個多小時沒有找到 所以當金流跟現金沒有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其實我能完全理解 這是我個人評論員的觀點 北檢從頭到尾就認為 就是涉嫌圖利 但可能收賄 所以圖利是五年 收賄是七年甚至十年 那我有圖利打底 我就敢去收嘛 可是今天連法官是連圖利 他覺得都沒問題 所以嘛 所以他為什麼敢生壓 他會覺得說這就看起來是圖利啊 圖利 大巨蛋屢宿的也沒有收錢 可是大家錯愕的是 法院的法官是覺得連圖利 其實都沒有太大問題 所以我們倒回來看 就北檢這次其實栽跟頭嘛 或者是說他限制約券裡面 是不是什麼東西還沒講出來 你的一百七十萬能證明是清華城的錢嗎 不能啊 對不對 然後呢你到他家去 有收到現金嗎 比如說像這個鄭文燦 他家裡面有六百七十萬的現金 從那個櫃子裡面拿出來 如果有的話 可能就壓啦 你都沒有找到啊 然後你跟大家講 彭正森說他原因是因為有一個 會最潛逃的那個 主命 對 人家說我只是出國啊 這種說法會讓北檢 在這件事情上面的社會攻擊力 是會降低的 他覺得說你跟他沒弄禽瘦 那為什麼是這樣呢 可能跟台中清泉港機場 要去香港的那個晚上有關 就是說應小偉他緊急買了機票 就要出去了 你不在機場的櫃台直接逮他 你也不行了 他就飛出去了 所以那天連政主去到台中 林貴把他帶回台北 還過一夜 帶回連政主過一夜 第二天早上才跟代行政議長講 我們要去收議會 才開始整個啟動 所以前天晚上就已經被抓了 所以他因為買了機票 然後趕快把沈進行也叫來 然後搞了一下 要兩個都收押了 那這兩個是因為有要逃 沈進行是在家裡奪要逃身體 所以一個是有要逃 一個是已經買機票了 所以這個都符合收押的 串政或逃亡的逃亡這部分 那柯文哲既沒有串政 跟逃亡的明顯之語 就要是這個犯刑重大 可是犯刑重大卻被弄到土地那邊去 那吳順明還有這個相關 他們其實簡單講 因為他曾經在這個杜發局做過 企業會希望他來這邊當顧問 我覺得這也不違法 只是你來當顧問 是你對業務很熟 但如果你業務很熟 你卻透過這些子公司的錢 都沒有所謂的旋轉門條款 你直接相關的業務 那他去當那個公司 那個公司也不一定得標 所以他可以去當那個公司 只是那個公司來標 可是金華城的案子 他的角色這麼關鍵 然後這個大家都認為說 潛在的利益高達100多億元 另外一個案子 我要直接問蘇培 另外一個被大家編為第五號 第五案 這個魚果市場 有魚的 有果的 魚的本來是說要蓋六樓 果的蓋六樓 魚的蓋八樓 後來突然很厲害 就給你蓋到五樓 叫做什麼呢 他們發明一個減相的發包 跟你講說你現在沒關係 你現在蓋不了沒關係 發飆很困難 你就先蓋到五樓 後面我們再給他用 這個後續的把它擴充 不用追加 叫做後續擴充 然後一擴 100多億的變成200億 大家就覺得說 你是不是有圖利中公 這個金額相當的金額 中公又是誰 又是威京旗下的子公司 那蘇培是認為說有 變成是圖利中公50億 我看應該算一算不止 覺得不止 因為你知道嗎 蘇培我把中公的聲明 順便把它 中公認為說 因為我們一路以來 這個案子很多都沒有要標 因為物價一直漲 我們都是合規 而且意思是 我們是很辛苦 去冒著這個賠錢的風險去標 認為這個議員 可能要再想一想 你怎麼看 如果當時招標就是190億去招標 你覺得會沒有人跟中公一起標嗎 對不對 我覺得中公就是得了便宜 還賣乖 他今天的這個聲明 讓我看得非常的不開心 你都已經得了便宜 然後你還賣乖 然後你甚至要用訴訟的方式 來要議員閉嘴 我覺得這真的非常可惡 140億 當時柯文哲編來要 新改建這個果菜市場 然後那時候本來就是 剛剛主持人所說的 魚市場要蓋到六樓 魚要蓋到八樓 結果一直去發包 發包就發包不出去 所以就把它做險像發包 魚就全部都蓋到五樓 所以魚就有六七八不蓋 然後魚果就有六樓就不蓋 就減掉了一個大部分 那這樣子他就來標了 標到之後 你知道我們在合約裡面寫什麼嗎 未來六樓以上 再進行追加後續擴充 就是這樣子 他就寫說六樓以上 而且錢另外再算 錢另外再算這樣 對 合約裡面 我們只蓋到五樓 但六樓以上後續再算 錢的工程費 未來再溢價 未來再說 未來就是講話 而且未來就是再溢價 就是你不用招標了 你如果重新招標的話 大家來劃給對不對 你如果溢價的話 只有我一家 那你知道這個案子是統包 統包的意思是 連設計都是由中公負責 你知道中公多聰明嗎 他把所有的重要的 基電的安全 全部都蓋在上面的樓層 我都規劃 我五樓都給你規劃 蓋好對不對 但我重要的設計的安全 什麼消防 建築物的安全 全部的那些機械 所以我還不得不蓋 六樓以上 對 你說這不是圖利 是怎麼是圖利 可是我要問 可是柯文哲告訴我們說 他最在乎財政紀律 他不喜歡追加預算 可是他就是變相 用簡像發包的方式 在圖利 圖利公共工程的廠商 我要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又是出現危經 然後又是一樣 而且我剛剛查了一下 2017年的時候 一樣 殷小威 一樣 吳順明 他們也有到現場去會開 原班人馬 而且那個時間點 就是剛好傳出果菜市場要改建 然後殷小威就帶著吳順明 然後是吳英寧那時候是總經理 他那時候就說 那時候他就是帶著 所謂的中工的顧問 然後去看這所謂的 改建所需要的部分 而且甚至 殷小威也曾經透過市場出 去跟吳英寧了解 就是我們整個改建市場 市場 那個批發市場有自己的需求 先去了解需求 因為他了解了市場的需求之後 想要投標的公司 就可以回去孤家 這就有洩漏底標的嫌疑 所以這個吳英寧 在自己的臉書上面都有寫 那我要講的是說 柯文哲為什麼會讓這件事情發生 就是說他對財政紀律去最在乎的人 結果他不追加預算 換個方式用簡像發包 結果讓50億 後面追加的50億工程 全部都送給了中工 而我要講的是 你知道後續蓋出來這些樓 魚的三層樓 全部都是做跟觀光 觀光事業有關的 什麼魚 什麼觀賞魚 餐廳 餐廳 然後文創魚市 就這樣子 這個都跟批發市場無關 蘇萍 那他們一直講說 你們議員也同意 我告訴你 我們議員同意是140億 他講錯了 我們議員同意的是110億去標 後來蔣萬安在今年追加50億 蔣萬安告訴我們的是說 因為不蓋會有安全問題 議員逼了只能給50億 不然怎麼辦 我們140億就丟掉了嗎 所以我們是因為這樣子才同意的 所以你不能說你們議員都同意 而且我告訴你 你這種講法就跟柯文哲一模一樣 什麼叫做議員同意 你就可以違法 最後一個問題 這個案子裡面 你們現在的觀察 柯文哲市長的角色是什麼 柯文哲的市長的角色 我覺得他應該要講清楚 就是說怎麼這麼多都是中共 都是同一批人 都是沈慶金 你剛好又剛好是沈慶金 逃租引員的座上兵 怎麼這麼多 侯友宜不會被你邀請去 你也不會去安慰他 然後你只邀請柯文哲 是不是跟金華城的百億隆基 還有像魚果市場這種50億多出來 也不是莫名其妙 就是你知道嗎 他就是一個免招標 免成本的一個工程 就突然跑到你的面前給你 那我就覺得說柯文哲 如果在這個案子裡面 辦不到柯文哲 我覺得所有的人 未來都會學柯文哲一樣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什麼都不知道 以後有人違規闖紅燈的時候 被警察攔下來 你跟警察講說 我不知道這違規 我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都說 這是一個超完美犯罪 不管怎麼樣怎麼扯 最後一句話 我什麼都不知道 而且你還可以再加一個 我很負責任的告訴大家 我什麼都不知道 李文中學原來是學柯P的 沒有 他們互學的 不過現在大家也開始有一些討論 民眾黨內 他們自己內部的狀況 這有一篇叫做什麼 私訊創黨大佬 那時間是他在被捕的 講被捕有一點嚴重 人家就請他去問話 說私訊創黨大佬的這個內容 那我不知道真假 我個人有點懷疑 他說中央黨部 就是沒有一個軍師或大將 那他是誰 他是廢人 沒有軍師跟大將 李文中造成的問題 我個人任命我要負最大責任 前後兩句話就打自己的臉 出事之後每個人都在推責任 每個人都要承擔25%的責任 所以他是意思有四個人推責任 因為各百分之50 百分之25 事情扛過去了 所以記者會包括後來去告會計師 讓整個事情變得沒有辦法收拾 那問題是司法跟媒體 現在是政治工具 進總跟木可的帳簿都還在調查局 這還會有事 我的意思是最慘的 還沒有出現 我待會要問董哥 你覺得是真的假的 然後這邊如果是真的 他釋放的訊息是什麼 他想要達到的效果是什麼 那昨天民眾黨連續開了好幾天 要護航柯批的記者會 昨天插槍走火 昨天是記者節 哪一天你不罵記者偏偏 就選在一年365天 你就選在記者節這一天 而且罵的人 這個吳憶宣自己也是記者出聲 他就大嗆東森的記者 因為東森的女記者 拿著麥克風一直要問金流的事情 雖然就問的有點嫩 問的有點不夠犀利 但是畢竟問問題 是記者 是媒體的天職 吳憶宣就覺得要趕快結束了 不想要橫生肢解 就說他 請問東森的記者 你為什麼要影響我們記者會流程 你現在還有什麼沒有回答你 連黃國昌 然後黃國昌 這個火氣最大的黃國昌 他都出來打原廠說 沒關係 沒關係 現場直播 其實他這意思有點威脅 東森的記者 你小心被漏搜 因為我們都在直播 那接著吳憶宣 吳憶宣已經火大了 他說 是啊 現在是怎麼樣 哇 八加九的口吻都出來了 現在是怎麼樣 董哥 你現在是怎麼樣 然後如果以後大家這樣的話 記者會給記者的麥克風 我們全部都控制 哇 你要掌控媒體的發言權 你要讓媒體沒有辦法自由的發問 那後來道歉了 道歉說以後會問好問 結果現在因為他攻擊的態度 在網路上人家挖出他過去的黑歷史 說他有去量游輪 渡輪裡面的溫度 結果不知道是太極還是怎麼樣 他帶了體溫計 然後大家想說體溫計怎麼會是裡面的室溫 結果他就想說因為他帶帶錯了 所以他把體感溫度講成了體溫 但就算是體感溫度又或者體溫 都也不應該是這樣量 所以他後來有出來 當時有這樣子解釋 那另外一個我們看到的是館長 館長其實這幾天一直很尷尬 因為大家一直問他 你不是要去衝不是要去衝嗎 結果他說沒有沒有 大家誤會我的意思 然後真的還好 阿伯後來就無包請回 他整個人就變得昇龍佛虎 活過來就大嗆 你們這一些名嘴 董哥怎麼看 其實你可以看到 因為民眾黨在這一次的總統大選裡面 他對媒體是非常不滿 他們曾經公開指控 反正我們這邊講也沒關係 因為他公開指控 就東森就是挺活有餘 三立就是每天在幫賴清德 他那時候就記者會是公開講 那講了以後 那時候黃珊珊還跟東森結了很大的良子 因為偉翰是東森出生的 他一定會記得 他說我去訪問東森的老闆 東森老闆跟我 黃珊珊說我們要去美國 你們要不要派記者跟我們一起去 或者派當地的人來專門 讓我們更多新聞 他說東森老闆跟我講什麼 講說柯文哲我是沒興趣 你黃珊珊我覺得你不錯 你可以當侯友宜選總統的副手 要不然呢 要不然侯友宜當選以後 你可以代表他補選新北市的市長 就是說彈組 所以這個良子從去年 不知道要怎麼神結到現在這樣 對 因為你講這個不曉得是真是假 可是這跟記者問你金流 你就認真回答他就好了 對 對東森也很傷 他們認為說東森在阿伯露選以後 有很多動作是在報復 我覺得他們想太多 但是我講 我們講這個其實都是 過去曾經發生過的 但是現在 吳宜先把它拿出來講了說 他其實那時候的情緒還在 你知道嗎 結果還在 因為對阿伯會不會被收押 完全不知道 那館長的情況也一樣 因為館長前面講很多 結果那時候的氛圍 好像柯文哲 真的要慘照不測 要被收押起來了 那小草來了也不是很多 平良天講 跟過去那個 當然有天差地別 所以我覺得他們 昨天真的很熱 對 又那個很大的情緒 你看訊息裡面都還講說 他們什麼各種病都出來了 是不是只要回去 是 所以我覺得說 就是在那樣的氛圍 但是我覺得氛圍 不要把它嵌入到媒體 我們當然有時候 自己在外面跑 可能對某些媒體會很不滿 可能很多人對我 或違案也不滿 我是覺得畢竟你是在鏡頭前面 不要一不小心把你的 基本的個性 品德就流露出來 董哥我要問一件關鍵的 這個私訊到底是真是假 私訊應該是真的 真的 但是這私訊的前提是什麼 等一下 如果他是真的 等於說柯文哲認為自己 後面還有很大的問題 是 問題這個私訊 他講的是比照 柯文哲在講的是比照 他的財產申報不實這一部分 那柯文哲 他有關金華城 有關果菜公司的 或者那個北市科這些東西 我老實講 在他們民眾黨的人 都不熟悉也不清楚 不曉得你在搞什麼 就好像我們看這兩天 他們在講 就是在聲言陳佩奇的 就是你的首尾錢 這些其實 民眾黨的人 都沒有辦法講太多 因為我怎麼知道柯文哲 他們家裡的錢怎麼應用 萬一講錯 對 萬一講錯 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 包括我們的戰狼小姐姐都講錯 那時候還引用說 是他媽媽購事的首尾錢 後來是說爸爸給媽媽 所以從媽媽那邊拿來的 但是 寫陳媽媽收尾錢 可是大家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不是說媽媽 是陳佩奇在照顧的 那為什麼他們局檔 都不知道他媽媽還活著 是 因為一定要這樣講才會感動 所以網友在那邊開玩笑說 可能平常都關在家裡面 沒有帶出來 因為柯文哲他老丈人 是2016年過世 他叫陳騰花 過去是馬公國小的總務主任 那你如果說 總哥讓我擔刀直論 問一件事情 所以柯文哲自己 如果我們假設他是真的 這個是真的 柯文哲真的覺得 最慘最慘的還沒出現 那當然是 因為你現在如果是 財產申報不實的話 至少還是一個黨 然後一個黨大家來講 那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財產申報不實是小罪 這個是花錢 沒有人因為財產申報不實 去坐牢的 那柯文哲認為比較大的是怎麼樣 是後面那一些 那這些他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你要想想看 沈慶慶如果照法官這樣講 沈慶慶應該邀彭振生去唱歌 所有都是彭振生做的 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沒有 我不相信 太小咖了沒有放在眼裡 蘇培要問一件事情 因為現在看到民眾黨陳昭芝 昨天這個 真的是 陳昭芝真的是 真的是很妙很逗 真的是害死民眾黨 不是公開的告訴大家 你要干預司法嗎 用私人的情誼 他說他傳簡訊給賴清德 我們認識那麼多年 你要對他公平人道 其他人被關的時候 你有公平人道傳訊息給他嗎 結果人家酸他一句話說 如果真的是老朋友 應該之後他當總統之後 他私人的手機就沒有再用了 一句話就打臉他 其實也算客氣了 至少沒有說你是干涉司法這樣 立法院新的會期已經報導了 正式開議應該是從9月底 到10月開始 這個會期是總預算 所以大家開始討論 這白色的巴西有沒有 從藍白合作 變成是綠白合作 就總預算可能會親際過關 那吳時要有說 希望新的會期大家可以 好好合作 那這麼巧 我們賴總統剛好也算上專訪 其中就有一塊 他坦承說他確實是 沒有過半數 比較弱勢的總統 他覺得立法院 如果這個三黨不過半 未來合作跟在一黨合作 他不反對 他覺得不錯 如果要推動順利 這個本來就應該 但是民進黨裡面對於柯文哲 吳包請會 有很多的詮釋 林志傑他是律師 應該是說他是法學的學者 他說積壓跟有沒有罪 是兩回事 我們前面其實也有講過 民眾黨已經把吳包請會 當成他是清白之聲這樣 然後吳靜宜 民眾黨前幕僚他也講說 其實柯文哲無賴勝法 他就是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剛剛也講了 什麼什麼通通都不知道 黃定寅是民進黨律師 他就講說彭政生 說是柯文哲交辦 北院裁定不認為 違反了經驗法則 其實我們剛剛也有講過 我們要講 包括王世堅 王世堅堵高空彈跳 因為他拒絕堵 突圈棍球 意思他自己也覺得 他可能會堵輸 不然突圈棍球他做不到 高空彈跳他做得到 總之我們現在討論的是 接下來立法院新的會期 有沒有可能出現真的有所謂的綠白河 或者民進黨 現在對這一個民眾黨的態度 目前的狀況是什麼樣子 我先回應一下 王世堅講說曲棍球的部分 曲棍球是賭假的 因為那個東西就不能吃 怎麼可能吃 所以要賭就賭真的 至於柯文哲到底 會不會被關這一件事情 會不會有罪這一件事情 跟現在有沒有羈押 是兩件事情 我們想一下高鴻安貪污助理費 那件事情 他有沒有被羈押 沒有 有沒有罪 有 也被判刑了 一審都判刑有罪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 不要高興得太早 你們不要 對柯文哲有利的時候 就說台灣的民主司法是活的 然後對柯文哲不利的就死了 然後又活了 又死了 然後台灣的民主跟司法 不會因為扮柯文哲而死 也不會因為扮柯文哲而活 所以這是我覺得要先講的 另外就是說 陳昭之真的是還滿逗的 我相信他過去跟賴清德總統 有一些私人的交易 但是賴清德總統 已經當成總統了 他怎麼可能還繼續用手機 因為那有國安的問題 這是很基本的ABC的證實 為什麼一個民眾黨的委員 居然不知道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阿伯設犯司法 被調查 被偵辦 他應該要自己在司法上面 在訴訟上面 去證實自己的清白 不是你打電話給賴清德的 對不對 我覺得這真的太誇張了 就是說 整個民眾黨 都藉由這種輿論的方式 然後再扭曲焦點 模糊視聽 認為說 這全部都是政治辦案 所以我要打電話給總統 讓總統去幹什麼 亂講 他如果真的接了這個關係 那就大新聞 對不對 所以不要胡扯 可是接下 還好沒接 不然他就去寫一篇說 賴總統接了 而且賴總統說會支持我 沒有 賴總統現在沒有用自己 私人的手機 沒有這一件事情 這是很基本的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新的會期要開始 我覺得 柯文哲捍衛自己的清白 這一件事情 他要繼續做 跟國政無關 所以如果白贏巴西 如果理智的話 就應該要去想想 他們當時承諾 加入民眾黨 承諾要讓台灣更好 這一件事情 現在是不是還是他們的目標 如果是了 省預算就是重要的會期 哪一些預算該用 哪一些預算該刪 他們必須要好好的去做檢視 而不是說 你們辦我們柯文哲 我就要修理你 我就要把法務部的預算 全部都砍掉 蘇平 現在網路上有一種陰謀論的 網友在討論說 有沒有偷偷跟阿伯有協商 就是說這個巴西 好好配合 也許我們就偷偷的 放他一條深入 不可能 這件事情怎麼可能 這個東西如果用談的 我告訴你民進黨就GG了 這件事情很常 沒有任何一個執政黨可以覺得 而且柯文哲 現在被搜查被辦的這些案子 其實都是追查非常久的案子 而且包含現在沈慶經 應小微 彭震生 都被列為被告 甚至被擠壓 怎麼可能因為這樣子 我就輕輕的放下去 我告訴你 如果這樣被放下去 接下來要面對 所有民眾救責的就是民進黨 所以這件事情 不可能這樣去談 還是要白銀好好的想清楚 在立法院裡面 應該如何能夠爭取 扶國立民的預算 在今年能夠通過 好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現在在社群上面 很多人會轉傳一個東西 但是請大家特別特別小心 現在是瘋傳 他說有一些很漂亮的正妹 他PO出來說 大家你知道嗎 有人說他缺錢幹嘛的 要繳學費 車貸 房貸 有沒有好心人可以幫我繳費 我有這個條碼 你幫我掃一下 結果過一陣子 真的有莫名其妙 不知道哪來的人 真的幫他掃了QRQ 然後去結了這個帳 他覺得很棒 怎麼這社會上這麼棒呢 有人講說這個真的很奇怪 有人說實際上很難看 是不是專門針對正妹 但是有人說要小心一點 因為現在我們也有一種 所謂的超商條碼 繳款的這種騙人的方式 之前傳出來是演唱會 就是我騙人家告訴大家 我有演唱會的票 然後我有這個條碼 限時你五分鐘趕快繳費 你不繳費的話 條碼就失效了 很多人緊張就少了 所以你現在看到正妹 頭一暈 暈船你就少了 就開始繳費 可是可能你會連結到詐騙的 自己都要小心一點 屏東這個有出現 所謂新人登記蟑螂 就是結婚的人 因為送大禮 送很好的禮物 奇怪了下一起來 又是同一個人 怎麼一直結婚 原來他們根本沒有登記 送大禮是不用登記的 後來包括有哪些 包括有婚紗造型服務 一萬元的提貨券 還可以飛去東京首爾的機票 可以有機會抽 還有很多的家店 所以他們現在要改相關的規定 請教偉翰 我先講屏東這個好了 因為每一個縣市政府 我記得以前 可能董哥代表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都有集團結婚 可是問題是我用電冰箱 腳踏車什麼電器去吸引你結婚 但我沒有跟你講 你不能離婚 所以即使是結了婚以後 你這個講的是還沒登記 因為他更寬鬆 所以他可能就照一照用 根本沒有結婚的事實 但是就算有結婚的事實 那他離婚 他也可以在明年離婚再來一次 換台北市政府 特別澄清一下 不是照片上這些人 不要新人跑來跟我們抗議 這都家有天成 這些人都祝福他們 另外一個 你講那個flex裡面那個東西 那真的沒辦法 就唯一我們只能提醒大家就是說 你就這樣子會過去 你看到他上面可能有PO一個 他跳舞的 或是正妹的一些影片照片 他是心甘情願的 因為他講說幫我交錢 人家幫他交了 這個不算詐騙 但問題是你有可能連結去 到個詐騙的網站 但是因為這個東西沒辦法 那人家願意交錢 這個實在是很難遏止 如果他自己上購也沒辦法 對啊 自己願意的 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大家說過勞肥 到底什麼叫過勞肥 就在這裡 照片這裡 這邊是非常漂亮的正妹 非常的纖細 五官亮麗 皮膚又很好 整個眼睛炯炯有神 但是沒想到他叫小歐 上班一年之後變肥歐 變老歐 整個人胖嘟嘟 胖了20公斤 身體也越來越差 後來決定離職 照片上是目前的狀況 他果斷離職 改投入了自由業 他就把他這個過程 這個跟大家講 可是一年工作胖20公斤 這其實也滿罕見的 請教董哥 因為你過勞是怎樣的過勞 你一直坐在那裡 有時候我們累了或疲累不堪 我們就會多吃東西來獎勵自己 就狂吃不動 對 光吃不動 簡單講其實就是這樣 這個在我們台灣 其實他情況也滿普遍的 我覺得小歐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例子 就是他選擇了 我要讓我自己身材比較纖細 然後我要讓自己更健康 我不要再過這樣的日子 所以我們很多 我們很多朋友們 你就要注意到 自己的健康是最重要 不要為老闆拼死拼活 拼成一個夠勞回 這種夠勞回 只要看這個長相 你就知道 你怎麼樣講 都是不划算的 我們就是 在台灣其實我們法律上有禁止 但你自己要把這個東西拿捏好 為了自己的生命 或者為了自己未來的健康 一定要好好的去遵守 除非他薪水很高 更多話題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泰國有個建築 有一個會議廳 沒有想到出現了坍塌的意外 它的原因倒也不是偷工減料 居然是因為割糞 在上面有太多的割糞 然後擊殺城塔 變成太重了 所以就垮下來 導致至少有7名的學生 有受到這些傷害 割糞子有這麼大的一個影響力 請教尾翰 好 因為在泰國 我看到有這個習俗 就如果你被鳥糞滴到 其實是會幸運的 有 我們台灣也有 對 但是問題是這個是 他有7個人送醫院 所以這樣是超級幸運 不是 因為他不是整個 他是整個垮了 所以還有一些 天花板的一些鋼梁什麼 整個都掉下來 因為他們原本根本都不知道 導播看這個畫面有沒有 這是垮後的狀況 500個師生在那個會館裡面 就突然就崩塌下來 他整個掉下來 以為是偷工簡單 但不是 是因為他鳥的習慣 從那個屋簷 他鑽進去以後 就在那邊一直大便 一直大便 但我在想跟他建材 是不是也有關係 因為他有點像是十米娃 那個青鋼架的 所以後來大便過重以後 整個掉下來 打到了不只是鳥大便